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欢迎收听数位趋势这样子读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宽领域专栏作家文维轩VV 今天我们挑的一则专文是来自于巨亨网 它的标题叫做英特尔绝处求生 绝处求生就代表我之前真的快死了是不是 是是是 次标题叫做英特尔分拆晶圆代工业务 开头他说外媒在16号的时候分析指出 英特尔计划为其代工业务建立独立的子公司 这是该公司急需的权宜之计 目的就在让潜在客户 信任可以将自家的晶片设计 托付给对手的代工部门 自从上周召开董事会议后 英特尔的执行长Gill Singer 就是基辛格 他周一的时候表示 将使其代工业务成为全资的子公司 并且拥有自己的董事会 英特尔还跟Amazon 签署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多年协议 为Amazon网络服务业务 所谓的AWS 人工智慧资料中心 生产部分的晶片 是 AWS的AI晶片 它将会采用英特尔最新的18A制程代工 该制程已经接近完成 另外 英特尔还在为AWS开发客制化的伺服器晶片 自从2021年执行长Gill Singer上任之后 英特尔宣布代工策略以来 英特尔的代工业务成效不张 亏损连连 该公司一直未能为它的制造业务吸引大量的客户 迄今最大的客户是微软 在两年前 英特尔失去了设计和制造 Sony下一代游戏主机 PS6的晶片合约 重创了它打造刚起步的晶圆代工业务的努力 那英特尔周一关于子公司结构的声明中表示 这将为我们的外部代工客户和供应商 提供了与英特尔其他部门 更清晰的分离和独立性 重要的是 它还使我们能够在未来 灵活的评估独立的资金来源 并且最佳化每项业务的资本结构 以最大限度实现业务增长和创造股东价值 Moral Insights and Strategy的执行长他就表示了 这样的举动应该是有助于消除潜在客户的担忧 但成效将在执行的过程中得到证明 Morehead他也表示了 如果这家公司看起来像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企业 如果独立的董事会成员是合适的人选 这可能会更好的推进 他们现在有更好的机会 吸引苹果、高通、博通、甚至是AMD这样的公司 是 Morehead同时也说 如果Amazon跟Intel的合作进展顺利 Intel未来还可以代工Amazon的其他晶片 像是AWS它的处理器 还有用于机器学习的AI训练晶片 Intel还宣布其他的计划 像是在今年年底前 减少或是撤出其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办公室数量 将德国和波兰工厂停产两年 以决定他们的未来 Intel将精简产品线专注于 X86架构和人工智慧领域 然而 该公司需要迅速的采取行动 整顿内部的秩序 分析师跟前高层都曾经表示了 Intel在执行Gilciner最初的计划方面进展太慢 那数周以来呢 关于Intel是否会分拆或是出售它的金元代工业务的传言跟猜测是一直都存在的 那么金元代工业务成本高昂 它也会拖垮Intel的获利 分析指出 Intel以及它的董事会 在解决当前难题方面 做出看似最明智的一个决定 但是执行力和权益之计 将是获得更多新客户而成功的关键 Intel周一狂胀 超过6% 到每股20.91美元 盘后 甚至于飙标超过7% 今年迄今股价跌幅达百分之56.26% 这么多啊 几乎是一半 非常可怕 所以这意思代表什么 必须转型 而且晚了 真的是晚了 吃了 然后柯毅大叔以前在Foxcon在鸿海五年的经验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Foxcon就说他绝对不碰品牌 他绝对不碰品牌 我们都说为什么 我们很希望他Foxcon这么大的公司 你为什么不去做品牌 因为他说 我们如果做品牌就会跟品牌上有所抵触 如果你想想看今天Foxcon 今天推出自己的一个手机 然后Apple也请你做手机 Apple会想 为什么我请你做代工 我给你的钱 给你这么多的利润 你拿去养自己的品牌 然后用品牌再来打我的苹果 这下面有这种事吗 是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我觉得Foxcon这方面他锁得非常紧 也许他小是一些东西的 但是他没有大局做品牌的原因 同样嘛 Intel为什么你要一手品牌 一手代工 这么多蠢的事情 没错 如果我的产品要请你做代工 我想到说 那你还跟我品牌之间还有一些对立的关系 我为什么这个品牌要请你帮我去制造啊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一定要花了这么久的工夫 然后把它股价拖了这么惨 然后现在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Gear Singer也应该打屁股 对不对 三四年前你就应该做这样子的决定 不是吗 是 但我在想也是因为国外的一些大企业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国际上的大企业 其实有一个蛮清楚的分水岭 台湾的技术非常强 可是我们倾向多去做代工 我们不会想要自己发展品牌 可是国外的可能技术没有这么强 可是他们很敢创新 所以他们创新之后创立品牌 然后拿来亚洲给我们代工 对 就是他们好像就觉得 一定要做一个品牌 是他的传统 我觉得好像是一种习惯吧 是不是他们的那个新创的课程 就是说要先做品牌 台湾的影响大到 把你的制造技术完全难以忘记相背 这个时候你才觉得 原来代工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个business 没错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 如果说又做品牌又做代工 就有点像是球员兼裁判 那其实球员兼裁判 可以玩得好又玩得久的 现在玩最久应该是Google 剩下好像没有人可以出其右 像台湾有一些其他产业啊 也是一下平台一下内容的 也会被人家觉得是球员兼裁判 很奇怪 就是一个类似的概念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想不透 老板就是短视尽力啦 什么都要 看到什么好赚就说 你去做一下那个 你去做一下那个 他自己没有想到自己彼此是蛮矛盾的 这算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给想法的分析啦 是 那以上内容报告 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科医大叔李学文 我是宽铃鱼转 做家文威选人VV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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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